Hello大家好,这里是科技微报,我是风云 为了提高屏占比,各家厂商都提出了不同的做法 当然iPhone X的这种刘海平方案虽然被吐槽 但一中厂商也不得不模仿 现在有业内人士称,华为有一个新的方式来去掉刘海 从曝光的演示图来看 听懂和部分传感器留在极窄的顶部额头位置 摄像头则是放置在了听懂的正下方 覆盖了一小部分显示区域 一眼看过去就和美人间设计类似 当然了,如果真是传统的光学CMOS模组 那在享受高屏占比的同时也有承受US被带来了灾难了 而最终呈现的方式到底是怎么样还不得而知 不排除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黑科技呢 而在当下的全面屏设计中你最喜欢谁呢 美族16的消息一直都在被曝光 而关于该机的外形也是越来越清晰 现在有网友曝光了美族16官方宣传的海报 从海报透露的信息来看 美族16将搭载骁龙85处理器 拥有屏下指纹和超窄的边框 同时将更新全新的交互手势 不过不排除这次网友根据美族16曝光的消息而制作成的海报 除了美族16系列外 黄章之前还爆料了正在研发一款美族X8手机 主打中端市场 今天也有网友曝光了一张疑似美族X8手机的叠照 根据曝光的照片来看 美族X8采用了刘海屏的设计 底部也出现了安卓系统的三大虚拟按键 值得注意的是 曝光照片右上角的时间显示是有部分被遮挡的 或许是因为米偶爱十倍还没有完成 那么大家觉得这个美族X8是美族设计的吗 今天荣耀官方正式宣布将于7月31日 在北京演艺中心发布大屏旗舰荣耀诺实 按照照明的说法 该机已经准备了两年之久 必将带来全新的技术 从荣耀放出的另一张海报来看 荣耀将在AI技术方面又一次突破 GPU Turbo突破性的提升了手机图形处理性能 而这次放出的AI技术 不知道会不会是牌照方面呢 配置方面 荣耀Note是有望采用6.9英寸QHD显示屏 搭载70970处理器 配备6GB内存加128GB存储 前置2400万后置1600万加2400万双色 运行安卓8.1系统 曝光了这么多 大家现在不妨再猜价格 荣耀有消息表示 今年苹果会推出三款新的iPhone 而在命名方面依旧是个谜 现在国外网友曝光了一张 号称是iPhone9的高清学展图 外观来看很显然 iPhone9将采用刘海全面屏的设计 不过iPhone9的背面仅配备了一枚单色 这所谓的iPhone9应该对应的 就是LCD显示屏的6.1英寸新iPhone了 除了拍照等方面会缩水外 相信在性能配置方面也会相应的缩水 这样就能降低其售价 来满足更多消费人群的需求了 按照目前苹果这种挤压高的方式来说 iOS系统再不给力 相信大家都跑去安卓声音了吧 现在小米的生态链产品 已经涵盖了大多数的物品 而格力当家的武器空调 小米马上就要插足了 今天小米公司旗下又多了一个官微 米家空调官微上线 并发布了第一条微博称 不将就的舒适这一点很重要 米家互联网空调7月23号见 而从海报来看 除了能连接互联网外 米家互联网空调很有可能 将温度调节精准到了0.1度 之前米家全变频空调 就现身了国家3C认证网站 这款产品的生产厂商为长虹 型号为ME 发生日期为2017年6月初 网上还曾曝光过其叠照 按照小米的作风 米家互联网空调的售价 应该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不过又按照小米的套路 就不知道你抢得到了吗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少码关注微姐的微信公众号 获取更多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